宁姐真的好傻 那今天饼干就来给大家测评这款影驰和永结无间联名的影驰新耀X4 PCIe 4.0 SSD固态硬盘 这包装可可真结实 我们先来看一下外观 外包装暗红色系 印着永结无间印红叶的角色海报 谁看了不说一句 背部是简单的产品参数 包装是真的很结实 这个影驰有没有人出来解释一下 这个盒子和盖子颜色和缝的设计 你是害怕我把硬盘拿出来吗 包装里是一张保修卡和一个硬盘 里面缝里还有一个合格阵 这个垫子应该是打不开了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硬盘吧 影驰新耀X4这块硬盘整体是银灰色设计 自带散热片的款式 标准的M.2 2280尺寸 正面是新耀系列的logo 并且利用光影做出了裸眼3D变化的视觉效果 厚度大概在9毫米左右 装在目前M.2接口安装位主板上 也不会出现阻挡周边设备的情况 颜值还是比较在线的 配一台白色系的主机应该会比较好看 散热模块以整块铝材质打造 用四个固定螺丝进行固定 两侧用中央挖孔的方式挖了三条贯穿式 镂空分道 利用了分道效应 提升散热模组的导热和散热效率 拆开后可以看到 散热片采用上下框架结构 散热模块与固态硬盘PCB基板元件之间 用的是3W导热胶作为热量的传导介质 基本上覆盖了PCB基板上的所有元件 运行时工作温度会比较高的主控和储存芯片 让SSD固态硬盘有效导热 降温保持运行 硬盘采用的是单面元件布局 没有元件的背部有个塑料垫片 主控芯片用的是群联的PS5019 E19T 支持NVME协议和PCIE4.0x4 电源控制芯片用的是群联的PS610329 饼干手里这块是1TB容量版本 硬盘容量都是通过基板上的两颗型号为 IABHG94AYA的闪存芯片提供 应该是属于美光的3D NADA TLC储存芯片 每颗芯片的存储容量为500GB 这块SSD在理论性能方面能提供3600Mbps的连续读取速度 和3000Mbps的连续写入速度 和420K IOPS的随机读取速度 和560K IOPS的随机写入速度 作为影尺第一款PCIE4.0M.2接口 SSD固态硬盘 在入门级PCIE4.0固态硬盘中 还算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 接下来我们上机测试跑一下分 CrystalDiskInfo的健康检测状态良好 型号Galaxy XAEP1000H 固件版本EJFM32.0 PCIE4.0×4传输模式 支持NVMe1.4标准 SMART TRIM 以及Velitorite Catch TXBench得分结果基本符合标称性能 顺序读取速度为3526MB每秒 顺序写入速度为3265MB每秒 CrystalDiskMark空盘测试成绩 顺序读取取速度为3730MB每秒 顺序写入速度为3305MB每秒 AutoDiskBenchmark测试表现也比较理想 最高读取速度达到了3.7G每秒 最高写入速度达到了4.02G每秒 3DMark囤储测试中 影驰星耀X4 ETB得分为3059 模拟各种游戏加载安装录制保存时 平均带宽可达到526.58MB每秒 平均存取时间为59微秒 呈现的性能还是非常不错的 ETB版本价格在800元左右 同款的还有256GB 512GB 2TB的可以选 那大家感觉这款固态怎么样呢 咱们可以在弹幕或者是评论区讨论讨论 那今天术丸工厂的开箱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 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关注我们的账号 点赞评论弹幕分享 我是术丸工厂的小饼干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